为了让农民朋友更了解农业设施重建专案的补助计划 立委刘章豪在10月13号办理了补助说明会 台东市区厂次在当天上午在农改厂二楼的会议室办理说明 当然有一些朋友的农业设施有派到 我们政府来宣布农业设施的保证 救助农业设施的保证可以提高的二分之一 就很多朋友关心 我甘坦说有的朋友关心是不是有关系 有的我们没有 其实这都没有 我先说结论 这个标准是全国一致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标准 尼泊特风灾造成台东农损严重影响台东 刘章豪立委持续向行政院争取 农业设施重建专案的补助 以加速农业重建 台东的农业从7月份尼泊特台风 也包括9月份的莫兰地还有梅基台风 可以说是造成我们农业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所以正好我们特别跟行政院 还有农委会特别来争取 将我们农业设施重建 列为整体的专案计划 那我们也感谢行政院回应 我们农民这样的一个需求 将往年的农业设施补助 辅助农民重建包括温室还有网室 这样的相关的农业设施 无论是在农民在防风抗台部分 或者是将来的转座部分 都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农业是台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大家的一起努力 能够把这个产业能够作为更健全 当然我们面对极端的气候 一年比一年的恶劣 我们在这里也跟农民朋友 大家一起来努力 无论是从农作物的选择 还有设施的加强 大家一起来希望为台东的农业 寻找一个更好的一个出入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谢谢台东地区农会 泰玛丽地区农会 还有改良厂农业署的许多的同仁 投入相关的这样的工作 大家的辛苦 我相信农民朋友一定会感受在心里面 当然这过程当中 也许还有许多地方 我们需要去改进的 但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谢谢大家 我想今天能够有一个 比较清楚的一个完整的说明 那这样的一个补助 相信对我们台东的农民来说 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农民有提出一些 一些相关的需求 比如说呢 在找相关的业者来进行 复旧的工作上面 人力上不足的部分 等等这一些相关的问题 个别的问题呢 我们也都请农阳署 跟县政府农业署这边 来协助我们的农民 尽快的来处理 那这相关的一个补助呢 大家也可以向各地方的农会 来询问 日前行政院院长林全也议诺 实施风灾农业设施重建专案补助 宣布补助比例 由原本的三分之一提升到二分之一 农委会也公告 今年尼泊特 墨兰地 梅基台风 都适用该农业设施专案的 补助政策 刘久豪表示 不论是申请资格 补助项目 补助额度 许多农民朋友 对这个新政策 仍有不清楚的地方 他也特别邀请农粮署的官员 前来台东 在台东市跟泰马里 举办两场次的说明会 面对面的向台东的相亲 说明清楚补助办法 与申请的程序 东南宣布方二林 在台东市的采访报导